結束了上個星期滯留封面和午後雷震雨的影響 接下來這幾天都是艷陽高照的好天氣 花蓮地區白天高溫可以來到32度 而午後則是要留意有局部雷震雨會發生 一直到星期六水氣增加天氣又會不穩定 因此計畫出油的民眾要特別留意氣象資訊 結束了上週滯留封面和午後雷震雨 本週因為受西南風影響 大多為晴朗穩定且炎熱的天氣 不過近山區、東北部及東部地區 仍要留意午後雷震雨的發生 到了週六又有封面難移 屆時水氣增多且天氣不穩定 我們可以看在一下一週的預報圖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封面是比較靠近北邊 但影響不到花蓮 但是因為受到封面的影響 可能還是有一些風會吹進來 然後在禮拜六、禮拜天的時候 另外一道封面會壓下來 不過還是比較偏北 基本上對台灣影響都不是很大 對花蓮來說影響更是小 所以基本上在整週的天氣 我們可以看到 從今天到明天 大概明天上半天雨就會比較小了 然後從明天下午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花蓮這個地區 花蓮線大概都是一個好天氣 從禮拜二開始到禮拜天 基本上天氣都不錯 然後禮拜四、禮拜五 基本上是一個陽光補照的日子 所以基本上溫度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們的預測溫度大概會到 最高大概32度啦 不過白天如果中午的時候出去啊 你基本上可能你的體感溫度還是會比32度高很多 所以你如果中午 早上10點到下午2點之間 在外面的時候啊 你可能還是要注意防曬 然後多補充水分 到了週五水氣稍微增加 週六之後台灣附近西南風增強 水氣增多且不穩定度增加 未來一週都會是比較穩定的天氣 數午後山區雷雨的夏季型天氣 紫外線指數容易達到過量甚至危險級 建議民眾外出活動注意防曬 並多補充水分 隨時留意最新氣象資訊 記者長幫彥华聯師報導